选者占卜,四副梅花尔丁,你会带哪副,测你的另一半对你忠诚吗?答案在文章底部,A,B,C,B,一起来揭晓答案吧。 选择A的人,你的另一半会对你很忠诚的,因为你是一个很懂得投资自己的女生,你到不发的钱都用在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上? 只要是在自己身上花钱,你从来不会心疼,而且吃的用的穿的,都有很高的标准,你的生活很精致,像你这样精致而且有一定独立性的女生,是最吃香的,最容易让男生心动,所以你的另一半只会担心你会不会离开他,并不会对你有不忠的想法,所以你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女生, 不会在爱情中犯糊涂,更不会被伤害,你有让别人追随你的资本,所以你的另一半必然会对你很忠诚,选择B的人,你的另一半对你可能不忠诚,你是一个因亲欲结的女生,头脑很简单,只要喜欢上一个人,就会仔细地恋爱他,甚至会付出自己的一切。 在你的观点中,爱情是高于生活的,只要你认定了一个人,就一定会跟他白头到老,但是你没有考虑到男生是很容易变心的,一旦你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都付出了,然后每天追随他,注意力,重心都放在他那里, 那你很可能会被抛弃,容易得来的都不会被特别珍惜,所以你越对他一心一意,你就越有可能会被辜负,而且你也没有什么心机,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他骗到。 你的另一半对你可能不忠诚,选择C的人,你的另一半对你不是很忠诚,因为你是一个比较心浮气躁的人,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恒心,总是三分钟热度,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,一点小矛盾,你就很容易发脾气,很容易让对方无法忍受, 而且感觉会有一些公主定,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时间久了,你也会觉得硬烦,当初的甜蜜也会不复存在,两个人经常会因为生活中的小事吵闹,两个人的距离也会变远,感情自然也会变得生疏,所以你的另一半,很可能会因为生活中的压力,还有两个人之间的矛盾,而是外面寻找别的一中人, 所以你的另一半对你不是很忠诚,选择C的人,你的另一半对你很忠诚,因为你是一个特别之苦耐劳的人,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,你不会在乎对方有没有钱,还有家庭情况怎么样,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,就会有决心和勇气去跟对方一起,共同努力把生活过好, 而且你从来不会抱怨,对待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,都是一种特别积极的态度,跟你在一起生活没有太大的压力,而且生活也会越过越好,所以你的另一半对你会很忠诚, 因为好日子是你们两个共同争取来的,也许离开了你,它会没有今天的成就,在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